大家好啊 欢迎收看今天的最球朋友圈 我就是让人知不见路隔三秋的大帅 这个袁晓姐说的确实没错 长时间听大音量的音乐会让人听名下降 那我都听不清你说什么 我们栏目的这个川大帅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每次别人用正常的声音叫他名字的时候 他从来都听不清 只有扯着喉咙喊 帅哥 大帅哥 川大帅哥的时候 他才能听见 由此可见 他得多不要脸啊 对不起 我觉得还认识这种人 还好我哈哈曹 算是比较有自不知名的 不信你看我的朋友 女朋友到今天才告诉我 其实我长得很像他前男友 我非常震惊 各种情绪涌上心头 我不敢相信 他居然跟屋燕祖谈过来 醒醒 快醒醒啊 扎四 我真没见过比我还不要脸的人 田柱 该起床喝药了 你这是被你女朋友打到记忆错乱了吗 不但你们这样想来了 我好歹也是朋友圈圈缓 我对自己的颜值还是有点自信了 我承认我确实不是无言诚 那是因为我平时验的身份 是不能轻易暴露的呀 万一这狂人的粉丝发现了怎么办呢 耽误咱们节目播出 你们付得去这些歌吗 咱们节目可是以按时播出 大于天为口号而行事的 还不像外面那些个视频网站呢 对不对 不过翔哥在朋友圈里 好像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现在的视频网站是很有责任感的 网速再慢 他也要拼命把广告加载出来 等播放完广告 他就像尽了最后一口气里 而瘫倒在地上断断续续的说 真的不行了 这视频你网速太慢了 然后就翻白眼 卡住不动了 这时你只好再点一下刷新 于是他又跳起来精神抖擞的 给你播一遍广告 扎新了老铁 作为高贵的视频网站会员的我 从来没有这样的烦恼 可怜的凡人 有尊贵的QQ会员俯视着你们 各位土豪会员们求共享账号 对于风哥刘姐这样冲了会员的土豪 我只想说三个总 求账号 借我一下呗 好多剧不开会员我都不能看 像我这种被女朋友播剧 根本没有机会冲会员 刘姐这么土豪 那是由老公养的 冲冲会员什么的还好说 但是风哥就是属于那种 对自己特别舍得的了 毕竟单身也没啥花钱的地方 这不朋友的朋友圈重计挑逗 有哪位好心的朋友帮忙给我介绍一个美女 最好是明星 身高一米七以上 体重一百斤以下 五官要端正 行为举止要大方得体 长相必须是带出门回头率百分之百的那种 会打扮 当然酬金完全不是问题 我正缺个手机壁纸 刚想骂你一顿呢 要求这么高 看来是我多虑了 有钱不知道多去相亲呢 请女孩吃饭看电影 活该你单身 你手机壁纸要求那么多 你咋不上天 这也许就是真正的单身归族吧 这么看来的话 风哥的单身气势 可能和我的高颜值一样 那都是女生去来的呢 这都是大自然的规律呀 你没有办法抗拒 你只能欣然接